接下来反对方向讲 副驾驶是生前烧死 还是死后的 说你们的判断 我们认为是死后 死后 死后 你们就是生前 生前 你们这种 死后 死后 依据 你们 我们是口腔内无积碳 口腔内干净 你们这个有没有 衣物上面是湿润的 我们认为它有助燃剂的一个可能存在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死后 死后被人放在那里加入助燃剂 进行一个燃销 它的背后衣物是湿润的 如果有个可能性 就有可能有人在他身上 交了很多东西 但背后因为 因为背后是和那个火源靠近 但是是隔绝氧气的 所以你就收着 波波 没了 跟他们写的一样 他全身叹化 然后而且我看了很久 就看不清 因为这上面很多探物 不能分清楚 波波在这次车轮传里面 他是很稳的 他说完了以后 他没有去过多的 再去说一些 无关的信息 或者过度的表达 蹲蹲这一组还有吗 全身叹化明显 未见明显 生活反应 我们是觉得 虽然叹化非常明显 但是有些地方 是可以看到生活反应的 比如说肠管外露 还有皮肤的某些地方 我们是看到有明显的鲜红出血的 那我们就第三个问题 关于副驾驶的 声援的思路或者依据 尸长一八零 一八零一尸长 鞋码四十一 鞋码四十一 我们做深色套装 那个他的右牙第二膜牙有缺手 就是在他的随身物品中找到了沙丁安全 推断他有一个哮喘 他的下牙左边的六七牙左右 见到牙齿的那个暴露点 是三枚到四枚左右 再根据年龄九分法嘛 然后推断年龄大概是三十八到四十五左右 波波 仅仅通过持者的牙齿的磨成度 照片就推断持者的年龄 在这个方面 他是在持续中表现的比较忧郁的 你们还有没有 然后牙齿有一个泛黄的一个痕迹推断 他可能有抽烟的习惯 上牙右七一次注牙 下切牙形态不整形态特殊 切牙磨损程度较轻 好当你们在勘察的时候 有几个毛病也调出来一下 第一个口袋里药 你们这也是没看着的 口袋里面药 是吗 萌萌甚至手都快搭到那个地方去了 放弃了 最后倒数十秒的时候 这药告诉你们里面有一瓶药 是笑材的 如果这个药发生在那个副驾驶身上 那个上 那是个什么东西 它的病史 这就是一个也是个个人身份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大家所有人都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 副驾驶的小指头的 副驾驶又小拇指缺如 缺如 那这个是不是个人身份呢 而这种心意又非常关键 去找那个死都没有的人 是比较容易的 搜索范围会很小 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人烧的时候 鞋子穿在身上还是没穿在身上 我认为没穿在身上 有一只鞋缺湿 一只鞋子留在副驾驶位 另一只在自己脚上 就是根据湿表 如果跟鞋子一起被烧的话 那个皮肤可能会有粘粘在鞋底 会有组织的缺损 但是它的那个右脚比较完整 也没有表皮的脱路啊什么的 好 经过大家的这个现场勘察 现在目前可以 大家基本确认的是 主驾驶是一个生前的烧死 副驾驶是有争议的 有一组认为是一个生前的 如果是你们说的死后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更严重了 那可能就是一个案件了 所以我们下面回到办公室去 把两个人死因 做一个全面推断 你好 你的美好玩吗 好的 来 你好 我快过来刷 我快过来刷 好啊 好 好 好 妙议 我妙议 好 没有别的意思 他们给你留地方了 他们给你留地方 你搞这个事 好好好 今天这菜好好吃 暴风吸入 绝绝籽 好吃的翘旧旧 那我吃的撑了 看字都是花子 感觉感冒又加重了 没给自己诊断一下吗 还是吃了一点药的 我觉得这事吧 还是得交给专业的医生来 你就直接上美团买药 上面有特别多的三甲医院的医生 可以给你在线的问诊开刷 嗯